前新的系列 前新的课题 我们要了解关于圣灵 我必须要跟你们讲 必须要跟你们分享 将会好一点吗 将会好 必须被reflect 我没关系 你关掉这里 我不可以的 无所谓 我们必须承认是我们的记日图了 那么我们也来教会一段日子 但是很多记者图 他对圣灵是很模糊的 圣灵是可有可无的 那么我在过去的当中 我相信我的祷告的事业有帮助到你了 今天我们从第一课开始 我设计了六课 关于圣灵充满 然后我必须要用第一课 第二课 让你圣灵充满 要不然你没有圣灵充满呢 你不知道什么叫圣灵 这圣灵对你还讲得很遥远 你必须要有圣灵充满 我想知道在你们当中有多少课 还没有被圣灵充满讲方言的记者好不好 圣灵充满讲方言的 还没得记者 艾利亚 崇利亚也是没有啊 有一些人啊 圣灵充满讲方言 阿杰 你圣灵充满讲方言都没有 所以 为什么这个课程很重要 因为我想帮助你 那我必须负责任的跟你讲 我不是那种讲话就算了 我在这个课程里面 我希望能够帮助你很具体的领听到神的声音 如果只是一个课程学习知识而已 那对你没有帮助 因为我知道一样事情 你们只有一个星期见我一次而已 那时间是太少了 然后我讲到你只剩一个小时里面 有时候40分钟我就结束了 但是我需要的是 我相信如果你能够学到这个系列呢 圣灵的声音 我能聆听圣灵声音 圣灵能够每一天能够带领你 引导你 对你说 我觉得是有帮助的 阿们 然后你做事情来 不管你是在上班 工作 做生意 还是跟同事 人际关系之间 你都能够让圣灵来引导你 他拥有主的命 今天是第一课 圣灵是谁 还没跟你讲什么话之前啊 可以讲个小话 小城的脚踏车 单车常常被偷 于是他就给自己的单脚踏车前后锁 买了十把锁 把它锁起来 知道吗 就在家那边 用十个锁头把它锁起来 然后放一个字条 看你还怎么偷 结果 果然他的那个脚踏车没有被偷走 突然发现到那个脚踏车又多了十个锁在里面 然后上面小偷留言写着这条头 看你怎么开 懂我意思吗 所以呢 这叫什么啊 这叫一不做都不休啊 你做的那么绝 我比你更绝 有些人是这样 有些环境是怎么样 一不做都不休 所以我们必须 今天啊 这个小话有关系到我们这个课题 我们必须来到学习 学习 聆听神灵的神 要不然我们会有很多啊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背景 我们有很多的背景 我们有很多的包覆 我们以为神的工作 神的大领是怎么样 OK 稍微解释一下啊 我们相信的神 是三位一体的神 是圣父 圣子 圣灵 OK Now 圣父 上帝 天父 从来没有离开他的宝座 如果上帝一天 哎呀 稍微我去大领地下啊 完了 你的神命和我的神命没有把握 神从来没有离开他的宝座 为什么要宝座呢 为什么不要坐在马桶上呢 要不要坐在椅子上呢 坐在家里不是可以吗 他宝座代表他的掌权 他的权柄 他的权柄 他所掌管的一切 他的主权 宝座 所以天父从来没有离开过 从创世以前到创世到今天 从来没有离开他的宝座 感谢主张 大家讲阿们 阿们 天父上没有离开他的宝座 第二 耶稣为了我们这个人类 因为堕落了 离开了主了 没有认识主 我们都是有罪 因为阿当的下方犯罪 引导我们都有罪的生命 他必须来到人世间 为我们做一个大祭司 做一个宗保 代替我们用无罪的身份 用无罪的身体 来拯救我们脱离死亡 脱离主咒 脱离病痛 脱离一切灾害 所以我们伙人相信 我们有 有什么 呃 我们有很多 我们犯很多的结 结 我们伙人相信 什么 相信那个衰 很衰运 是一样的 这个结 就代表了主咒 所以耶稣来了 就拯救我们 死在死 定在死的架上 记得吗 圣经讲 凡被过在木头上的 都是被 主咒 主咒的 他成为了我们的主咒 他把所有的主 我们身上的 一个人的主咒 放在耶稣身上 代替了我们 然后他已经完成了任务 就回到天上 在没有回到天上之前 站在父的右边之前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 我要赐给你一位保卫师 叫他永远已能在 并且住在你们里面 他就介绍了另外一个角色 这个角色叫 神灵 很可悲的 我们活到这个世界上 活到这个 来到这个 2012年 人家都在谈 世界末次世界末次世界末次 我们要毁灭了 大灾难要来了 大家都讲 不管是信耶稣的 在外面也讲 然后玛雅文化也在讲 大家都在讲 但是我们就不 就不会在这样的节日 和这样的日子里面 我们认定一个人 一个神 叫神灵 我们活在这个世代 是神灵的世代 请问耶稣在那里 当然我说很多人讲 很多那个小孩子 去主路世界的小孩子 你问耶稣就在那里 耶稣就在我的心里 对的 没错的 对吗 没错的 然后你一定去问 你问现在 上帝在那里 上帝跟我同在 都对了 没有错的 但是如果我们讲 具体的 耶稣在人世间吗 没有了 天父在人世间吗 没有了 此以我们同在 根据耶稣的应讯 耶稣告诉我们 交代我们 是圣灵 以我们同在 是圣灵 在我们中间 今天我在讲的这一分钟 圣灵就在这里了 不管你看到 没有看到 你感觉到 没有感觉到 圣灵是唯一的神 在我们当中做过 OK 有了这个背景 我们就来看 我给你看 我们为什么讲圣灵时代 好不好 我们大家一起读 一起读啊 一二三 忽然从电视上 有声讲下来 好像一阵大风吹过 充满他们 活着的骨子 又有舌头 如火焰前见出来 分开 落在他们 个人头上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施的头宅 做起别国的过来 彼得和此一门 书无法登起 他高声 跟他们说 犹太人 和一切 只在救杀人 和人啊 这件事 你们当知道 也当彻合金火的祸 你们想这些人是罪了 其实不是罪了 因为死后 一道之初 OK 这个故事 这个经文 记载这两千年天的某一天 那一天叫做五旋节 就是 犹太人有很多的节日 叫做伯人有很多的节日 五旋节 就代表他们 丰收收割之后的一个庆典来的 叫五旋节 在那一天呢 他们聚取在耶路撒的圣灵 从天降下来 充满他们 然后他们就说 旁边的就看他们被神充满之后 讲方言之后 哎呀他们在喝醉酒 不要讲什么话 然后彼得就说 这个不刚刚到 集出而已 集出什么 集出今天 今天的话讲 是早上九点钟 没有早上喝酒的 酒 没有早上喝酒的 没有早上醉酒的 这是圣灵的工作 OK 然后呢 从那一天 圣灵降下之后 圣灵有没有回家 没有 圣灵有没有回天家 有没有在天堂 没有 圣灵就在我们当中 到今天 二零一二年 然后 很多人都停在这里了 我要给你谈下去 你说你圣灵充满啊 你说你讲方言 圣灵充满 已经够了吗 你们自己看一下 十六节 我读 应该时间里也读 我读 这正是先知悦儿所说的 上帝说 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 圣灵灌溉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做一言 你们的少年人要见义上老年人 要做一梦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灌溉 我的仆人 而死里 他们就要说预言 在天上我要显著奇事 在地下我要显著神迹 有血有火有烟雾 日头要变成黑暗 夜量要变成雪 这都在主而大 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 到那时候 凡求告主明了 必然得救 就必得救 就必然得救 所以 圣灵充满这个希望 给我们这个年代 这个时代的人 不只是圣灵充满讲两句方言 就很爽很高兴就回家了 圣灵充满到一程度 他要看 我要将我的灵灌溉凡有血气的人 摸摸看你的 摸摸看你有没有血有的气 摸摸看你有没有肉 如果你有血有气 那我们拉你的口臭一下 有气啊 所以他讲的就是你兄弟姐妹 凡有血气的人 是你和我 如果圣经讲上帝说 上帝说 上帝会说谎吗 请问上帝会说谎吗 上帝说他就会做 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 上帝说我要将我的圣灵灌溉凡有血气的 就是你和我 如果你今天还没有被圣灵灌溉 那是你无知 圣经讲 你要被圣灵灌溉凡有血气的人 你只有血有气有身体 你就要被圣灵充满 因为圣灵要住在你里面 成为他的圣殿 然后说什么 然后接下来不是再提问到 你们的恶意要说一言 请问你的生命当中 你从开始有狂言吗 如果你生命当中还没有狂言 你还是被圣灵充满不够 还讲谎言不够 然后他说你们的少年要见异象 哪里要做异论 请问你们有天天发梦吗 请问你们天天有看异象吗 英文就很好讲啊 I everyday watch television not without vision 就是说我没有看到异象 但是我天天看电视机 delevision 因为常常看电视机 所以就没有了异象 因为他全部都是看电视机 是吗 那如果今天我们已经拿到这个程度了 这也是圣灵希望在教会 我的儿女们 儿子儿 女儿们 都被圣灵充满了程度 有异象 有异梦 我发现到我常常 现在常常发异梦 不知道是因为我是老年人了吗 上帝当我是老年人 常常给我发梦 是 然后 还有 啊 这个 集市啊 有神迹啊 有水有火 我稍微太多时间了 字头要变成黑暗 如果你有了解天文学 你对天文很有研究 很有兴趣的 在1998年 在报纸天文学家 美国的NASA 发现到 太阳有叫做黑字 就是 太阳风暴 他们叫太阳风暴 太阳出现黑字 什么叫黑字 然后我解释 请问为什么你的冰厨 冰厨里面的水会冷 是因为冷吗 其实是热 你知道吗 才解释 这是因为里面有一个摩托 对吗 你的冰厨里面有一个摩托 然后它一直在产生那个质量 热到一程度 拔到里面的东西结冰 太阳的眼里是一样 太阳是热的吗 对吗 是烧的吗 可是它会烧到一程度 它就是自我冷却 这自我冷却的部分叫太阳黑值 在1998年已经发现有黑点黑点 如果你用望远镜去看的时候 你有看到黑点黑点 今天是2012年了 经过那么多年 这个黑字不是一点点 现在变成一块一块了 圣经讲日头要变成黑的 已经发生了 以前夜亮要变成雪 是一百年一次 或者五十年一次 现在太阳变成雪的颜色 越来越恐怖了 雪是常常如果 因为我们有拿这个资料 如果你要看 你要学看 我想礼拜拿个照片给你看 太阳可以指的 夜亮等等 我有研究默自学的 但是我不是在今天讲的默自学 我是想跟你讲圣灵充满 所以我要讲呢 圣经讲的话 议员全部都要发生 都会发生 其中一点就是 教会要被圣灵充满 你和我一定要被圣灵充满到一程度 认识圣灵到一程度 有神迹奇事发生 有议员有目的梦 包括异象 如果你今天生命当中 还没有异象 有异梦 你有预言 我们还不被圣灵充满 我们必须要活着 变成这些异象异梦 异言 是我们生命生活中的一部分 很common的一部分 很寻常的一部分 OK 时间一路 我们继续看一句 圣经就是什么 圣经讲 作为三位一体的 神的第三位 圣灵和圣父圣子的敬畏 尊敬尊 尊荣也当归给圣灵 因为我们不应 视圣灵这个格位 为等质 人家有些 好像我们有 耶华见证 耶华见证很糟糕 他说上帝是巨大的 耶稣是最小神 然后圣灵更小 我们不是这样的 我们三位一体是同等的 OK 同等的 OK 然后继续看一句 然后呢 在 十六经书第五章第三节 第四节 为什么 撒旦充满你的心 叫你欺哄圣灵 把田地的赢 赢家私自留下积分呢 田地还没有卖 不是你自己的吗 既卖的赢家 不是你做主吗 你怎么心里起了这个意念 你不是欺哄人 是欺哄神的 没有 他说欺哄圣灵 就是欺哄上帝 你看 彼得把圣灵 不是当个等字 圣灵就是神 圣灵跟神的位置 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去看下去 圣灵具有神拥有的特性 特性 我们看有几个特性 我们来看 第一 它是永远的 永恒的 永 永远 永远的 我们来看这个经文 况且而况 基督界的永远的圣灵 永远的 将自己无瑕无吃 献给上帝 他的血 岂不根洗进你们的良心 除去你们的死心 是你们 侍奉那永生上帝吗 圣经讲 圣灵是永恒的 永远 永远存在的 第二 它是无所不在的 在诗篇说 我没有饭了 你回去饭 法乐谁在 回去饭 他无所不在的 他说 就是著名说 他可以在同一个时间 在不同的地方 叫无所不在 我就不能无所不在了 我在这里 我就不能在 江峰马拉雅了 我在这里就不能在 BM了 我在这里也不能在 SP了 所以我是有信 圣灵是无见的 他无所不在 而且呢 圣灵是无所不知 什么都知道的 OK 他知道所有的事 更多前书 第2章第10节到11节 然后第4 他无所不能 无所不能跟万能有分别 对啊 神是万能啊 就是神谁有错误了 万能还是有 还是有东西不能的 啊 无所不能是 support不能 那 英文说 only present only important 啊 就是only important 就是only science 是无所不能 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OK 接下来看 他们天父和耶稣 连接 意味同等 我们来看啊 所以你们要去 奉父子 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行 看到没有 很奇妙的 在圣经里面 你常常会看到 三个一笔 一笔叫功能 他说你要洗礼的时候 要奉谁的名 父子 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行 是同等的 不是奉耶稣的名不了 不能奉上帝的名不了 奉父子 还有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行 OK 因为 你能不能得救 跟圣灵也有关 接下来说 接下来 验主耶稣的恩惠 有没有主耶稣 然后上帝的慈爱 有没有 有没有上帝 然后圣灵的香蕉 常与你们同在 阿们 我们看到 三个一笔在一起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经文 然后 恩是有分别 圣灵却是一位 圣灵只有一位 执事有分别 主却是一位 业人只有一位 功能有分别 上帝却是一位 都是一位 所以他是一位 三位一体的真神 在众能里面 运行一切的事情 OK 我们再看一个经文 对不对 以佛所说的第四章第六节 他说 圣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正如你们蒙昭同有一个指望 一个主 一个信 一个敬礼 一个上帝 就是众能的父 超乎众能之上 万乎众能之中 也住在你们众能之内 圣灵住在我们众能里面 圣灵只有一个 好 这个经文很重要 给你们听听看去 神的救赎计划中 圣灵的工作是不可破缺的 很多人误解 而混淆了这个 这个经文 我们来看一下 OK 第一 圣灵他是讲圣灵的 圣灵既然来的 就是要畏罪 畏意 畏审判 责备私人 圣灵有一个工作 今天你们能够感动信耶稣 不是因为我恐才很好 不是因为我讲得很厉害 棒 是因为圣灵在背后做工 感动你 为义的事情 为罪的事情 为审判的事情 责备你 对你里面讲 哎呀 糟糕了 如果今天不是黎祖 我今天很难过 哇 我真的有一个 你知道我是黑社会被紧张的 被紧张的 然后你知道我有一个 潜意识 一定会啊 我很想去跟我的老大 跟我的黑社会的同党的人 去传福音 我有个使命感 哎呀 如果我能带我的老大 信耶稣 我这是永药主 我曾经有这样的想法 我是曾经有跟一个老大 老大 老大 不讲名字啊 跟他传福音 然后讲了一大堆 他说 烟火啦 我讲啊 亚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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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跟我讲这样东西 我说好了 我去算了 因为我知道 我知道 很多的传福音跟人家 跟人家 跟人家 argue 跟人家辩驳 辩驳 辩到那个人啊 你辩赢他 他就不信耶稣了 他永远不信耶稣了 所以我从来不跟人家辩驳了 我就跟他死去 跟他讲 讲了 他不信耶稣 可是有一件事情发生 圣灵 多坏的人啊 多坏的人啊 多坏的人 都不能比圣灵还要大 那天我跟他讲了之后 他回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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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他的肩膀说 耶稣爱你 耶稣爱我啊 他还跟我这样讲 当天晚上他回去 这个耶稣爱你的四个字 我常常在那脑海中 一直讲 一直讲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 不是我 我下公他给他 我不是下耶稣给他 我跟他讲耶稣爱你这句话 我一直在他的耳朵 一直想起来 耶稣爱你耶稣爱你 早上五点钟打电话给我 你归我做了什么 为什么这耶稣爱你的事 常常出见在我的脑海里面 一直讲耶稣爱耶稣爱你 我应该怎么做 我说耶稣爱你呢 你要信耶稣啦 信耶稣就好了 信耶稣你生命改变了 把他带他信耶稣 他没有跟我玩在一起 他已经在外多了 圣灵感动人 信耶稣 不是我口才 因为我跟他讲一番 讲一番命他也不信耶稣 圣灵的工作 然后第二 耶稣说实在在告诉你们 若不从水和圣灵生了 就不能进神的过他 我刚才讲的 你的得不得救跟圣灵有关 从肉体生的就是从肉体的 从圣灵生的就是灵的 如果你是圣灵生了 你有圣灵的印章或者凭据 在你的身上 我们看上去 圣灵是有格位的 格位啦 在英文叫personality 圣灵是有personality的 格位 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格位啊 OK 很多戒徒似乎觉得圣灵是没有格位 他只是一种力量或者影响力 他把他们把圣灵当作一种 电力 某种的电力 可以随意关开的 圣灵来 开 圣灵走 off 不是这样的 OK 很多人误会是这样 圣灵不是这么样的 他是神 不是随时 这样on off 都不是的 OK 然后接着来看 OK 这个观念和正义 大相兴挺 那就是多多便啊 圣灵是有格位的 他拥有极大的 权柄和能力 但他不只是能力而已 他极机配合我们 归给全神社的崇敬和尊荣 他只有一个目的 他是帮助你引导你荣耀神 帮助你引导你更爱神 帮助你引导你更爱神 跟神封的 OK 接下去 我们用人称 代名词称他 不是托 OK OK 我们来看啊 我要求父就是谁讲的 耶稣讲我要求父 父就是你们一定一位安慰者 或者把位置叫他永远 永远以终在 这个安慰者 在希腊言文叫做巴拉克里斯多 大家讲巴拉克里斯多 巴拉克里斯多 巴拉克里斯多 巴拉克里斯多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巴拉克里斯多的意思就是 A one who stand beside you 就是说一个人一个神 站在你旁边那一个 谁 stand by 或者我用这样的话 有点对他不尊敬 但是他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你去5 star hotel 去吃dinner 吃晚餐 你在餐厅里面 你叫 眼睛一上 那个waiter就来了 Yes Yes sir Can I help you sir 不是copy dia 你这样过去 copy dia copy dia 他不理你的 他叫bostander的copy dia 5 star hotel 里面你吃的东西 那个waiter很神猛的 你一眼睛一上 他就走过来 对吗 你感受到我感受的东西了 明白吗 他就不必了吗 你结果他进入本来就不必了 那是不一样 所以圣灵就是那一个stand by Someone stand by 你只要眼睛一掃 你只要有需要 他就来了 虽然他不是你的阿善 他不是你的仆人 可是他是那个神 really stand by 来帮助你的 你只要有需要 你说圣灵他就来了 OK明白啊 接下来 就是真理的圣灵他不是不真实的 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你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你们确认是他 因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我有一样东西 圣灵不会充满那个人 那个人如果没有 没有接受他 世人是不能接受他的 唯一要认识他 接受他之后 他才能够充满 如果你今天还能信耶稣的话 我鼓励你信耶稣得救 圣灵才能够充满 OK 接下来 但我要重复 那你猜安慰者来 就是重复出来 真理的圣灵他来了 要为我做见证 他为谁做见证 你要看到这个人 如果上帝使用他 他说他常常圣灵充满 你要看他是不是圣灵充满 你就会看得清楚了 为什么圣灵是为主做见证 一别耗了一别 他会有妙自己 他会讲他说 你要我多厉害 如果你看他用故事常在那里 讲他自己很棒很棒的 那都是圣灵 一个圣灵充满的 圣灵的表真就是有妙神 不会有妙自己 会拿 会把跟上帝抢功了 都是上帝的 都是神有妙的 OK 介绍我们来看 OK 基本真理的圣灵来 他要引导 他的工作是引导 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如果你读圣灵都不明白 你读一百遍也不明白了 你必须要求圣灵 因为所有圣经里面的真本 圣经啊 圣灵是他 是做出来的 所有他感动人家 是把它写下来的 你不问他 你问别人 你就糟糕了 因为永远不明白 所以每次打开圣经的时候 请你不要好像看故事书这样 看两句你就睡 你就睡觉 我有一个会员他说 牧师啊 我常常失眠 那怎么办 我读圣经很好 为什么圣经很好呢 我读两遍就睡了 我很无奈的 他到底当圣经是安眠药还是什么 真的啊 如果你没有圣灵的时候 你读圣经会很爱睡的 你不懂吗 但是你必须要靠圣灵 圣灵是个老师 你每次读圣经的时候 圣灵啊 你是我的老师 请你来教我 你开始读圣经是不要 这个字特别 有些字特别好像佛出来 你对你讲我 咚咚咚咚咚 我圣灵感动我 圣灵对我讲过了 我要回答我要改变 这叫读圣经 而读故事书两回出来的 为什么读圣经那么悶 因为你没有圣灵的代理 你必须要有圣灵 你读圣经就不一样 OK 明白啊 OK 接下来我们来看 哇 还很长耶 OK 我们看 他有格位的基本特征 我们来看他有 为什么 第一 他有悟性 他有脑的 他有悟性 具有思考和理解的力 他圣灵有感性 感受事物的能力 OK 圣灵有意志力 选择和决定的能力 圣灵能力或影响力 不是不能受感受圣经所说的感受的 比如我们被劝解叫 不要叫圣灵担忧 圣灵的能力 能力是不会担忧的 如果圣灵只是一种能力 他就不会感受的 他也不会担忧的 你不能把电力 你不能使电力忧愁过烦恼 你电它心情不好 所以没什么电了 不会的 电会心情不好 不要触碰了 不会的 所以圣灵不只是一个电力而已 圣灵是有感受的 你也不能欺慌 我欺慌我骗你 你不能骗殿的 殿就死了 没有隔位的人 你是不会有如此的感受的 所以圣灵是有隔位 personality 明白啊 接下去看 让我们来看看 圣灵隔位是怎么样表现出来 第一 祂能感受 祂说 不要叫上帝的灵 担忧 原来圣灵会为我们担忧的 第二 祂能够安慰人 那时犹大 犹大 加利利 撒玛利亚 各处的教会都得到平安 被造就 凡是敬畏主 蒙圣灵的安慰 人数就增多了 今天我们要教会增长吗 我们要看很多人在教会 我们必须要靠圣灵的安慰 圣灵在里面感动 不是只见你们一个星期见一次 你们所遇到的问题 我也不能马上去帮助你的 但是我们有圣灵的安慰 圣灵的感动就很棒了 然后祂会思考 PTS 你肉体的就是指 PTS 圣灵的乃是生命的平安 祂会思考的 ok 然后祂会说话 所以你看我要你们学习 要来上这课 要来听道字 我教你如何聆听圣灵的声音 祂会说话的 祂说 祂说 赐奉主进食的时候 圣灵说 大家讲圣灵说 圣灵说 圣灵说 要为我分派巴纳巴和少罗 叫我去召他们所做的事 原来圣灵能够说话的 圣灵要跟我们说话 可是我们还没有 ready 我们听不到圣灵的声音 ok 我要举例 今天我要听988的电台 请你 请问你 我调94.5能听到988吗 不能的 比阿文 比TTA 我一定要听94.5听988的电台 不可能的 我要听My FM 但是我不要转My FM 我转101.3 我随便转可以吗 不可以的 聆听圣灵的声音 一定要对的频道 跟你旁边讲 不对的频道啊 不对的频道都听不到 不对的频道都听不到 所以 聆听圣灵的声音是有方法的 你必须要有对的频道的 所以 接着来 让我们看看圣灵的各位有什么表现 还有 他会祷告 圣灵会祷告的 照样 我们转过也有圣灵的帮助 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 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 康熙替我们祷告 然后他会教导 刚刚我讲过了 他是我们的老师 但安慰者就是 復辟我的名所采来的圣灵 他要将一切的事 只教你们 并且叫你们 详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佛 今天如果你读圣经 你就不能详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佛了 很多记者都不读圣经 我不知道 如果你在中国 我以前十多岁 我去中国寻教 他们 每八个人 恭喜 每八个人拿一本圣经 这样去 share 我看得很感动 我第一次去圣灵国的时候 背着一包两百本圣经 两百本 另一包两百本四百本 扛在我的肩膀上 另外拿我的搭档 拿去中国给他们 因为我很太感动 他们没有圣经 可恶圣经 我省智啊 有一个弟兄拿给我看 他把 就是因为没有圣经了 圣经一道不了 他 整个晚上不睡觉 抄圣经了 我说 我恐怖 抄圣经 如果抄错怎么办 可是我在读圣 他一字不漏 没有抄错 所以你感动他 他抄整本的新页圣经 我看了 我说 我说 这个血淇来了 人家 客目神的祸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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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frigerator 然后如果你读圣经议多的时候 圣灵就提醒你 圣灵不会讲超过圣经所讲的东西 如果你不读圣经 你永远不知道圣灵跟你讲话 是圣灵在讲 因为都不知道 如果你常常读圣经的人 你就知道圣灵在跟你讲话 我们去看一句 他可以运用他的意念 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 随己意 大家讲随己意 随己意 随己意 随的意识 圣灵自己的意识 分别的 圣灵有意识的 圣灵有祂的旨意 有祂的决定 要把祂的意念运用的 最后祂会拦住 祂会答案我们的 如果我们去犯罪 我们去做不对的东西 祂会答案我们的 所以你一定要学习聆听神的声音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西亚讲道 他们就经过佛律迦 加派一带的地方 他可以行神迹 保罗又按手在他们头上 圣灵便降到他们身上 他们又说放眼 又说一眼 圣灵神斗 为什么我们需要圣灵 这个是圣灵的时代 圣灵里面 可惜我们不了解他 我可以讲的这么一轮 你看 看到没有 圣灵神 今天我准备你 你要去认识这个圣灵 你有了耶稣 你接受了耶稣 那是解决你生命的问题 可是你生命过后 你必须每天要过这次的嘛 你要生活的嘛 生活谁帮助你 圣灵 你每天的柴米油盐酱煮茶 都是圣灵在代表 你 都是圣灵在引导你 他们说 这个圣灵讲说 他们就被圣灵充满 按着圣灵所吃的灰菜 说起别过的话 这是圣灵的灵来 上帝说 在末后的主要讲我的灵 还凡有泄气的 我说 你是有泄有气的嘛 所以 没有一个只有狗的帽 不用被圣灵充满罢了 你和我都需要被圣灵充满 因为我们都是有血气的 圣灵是谁 大家讲圣灵是神 圣灵是神 大家讲圣灵领我们得救 圣灵领我们得救 圣灵有格位的 圣灵与我们同在 阿们 站立起来